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彈 那這個是復活學生RS最新的紀念轉彈的第二彈 那旭哥今天來抽轉彈了 那旭哥總戰力現在戰鬥力隊伍戰鬥力也練到39000多 快要4萬了 最近一直在刷關卡 那現在就來抽轉彈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觀看復活學生轉彈冒險還有攻略 那因為旭哥今天就是喉嚨也不舒服因為這幾天有點小感冒 感覺是我去打那個七龍珠英雄的時候有沒有可能是被人家 傳染或什麼有點小感冒輕微的啦沒有很嚴重啦 所以喉嚨有點輕微的痛痛的輕微不舒服 好那小感冒 好的差不多啦但是就是喉嚨不舒服 所以大家就是請就是習慣一下吧 今天的聲音會稍微 比較有磁性一點今天聲音會比較有磁性一點 因為喉嚨比較不舒服一點 那先來抽第一個免費抽 今天聲音會稍微低一點會比平常低一點 好 那我們就來開抽了 開抽一下 之前這個都抽完了 還有 又有 好吧 這是第一彈 不要抽錯 長得有點像喔大家不要抽錯 顏色蠻像的 好那開抽了 應該不會有人犯傻抽錯吧 抽錯死了 我們來開抽了 第一個十連 那再說一次今天聲音可能會稍微比較有磁性一點 大家就是 稍微跟平常不太一樣啦 因為有點小感冒 小感冒 輕微的 很快就康復了 輕微的 只是喉嚨有點 輕微的癢癢的這樣 我靠 哎呀 兩個S 八個S什麼瞎東西 太瞎了 他抽第二個十連 出現一隻 出現一隻 會爆嗎 啊沒爆啊 靠 能量去那麼大就沒有爆 所以去人多的場合有時候要小心啊 像去那個我是去玩七龍珠英雄我是覺得那個人太多了 欸來了 來了 教你火球吧 這個是翡翠 有了 翡翠有啦 我靠 我知道你很擅長啊 圖面是不錯啦 圖面是不錯啦 但是我有啦 欸愛下 久違的愛下 這是S的愛下 哇全部碎片了 這一次會有點尷尬就是你要抽到什麼程度 阿遜哥也有想了一下 啊爆了爆了 哇他 教授沒有去踢塔教授沒有去踢塔他就爆了 這次不知道會抽到什麼 因為上次爆炸 來了 哇靠真是慘了 糗了 這是 這是不妙 不妙了 吉尼 吉尼 吉尼是蠻可愛的沒錯 啊來了 第二隻啊又是翡翠 怎麼會這樣 今天這詞怎麼回事 這個不是 我不是在抽特殊詞嗎 怎麼都出翡翠啊 我靠 我靠不是吧 欸第三隻來了 我連中三隻啊 這怎麼回事 這隻應該是Monica吧 Monica吧 Monica 很騷的Monica 圖面還不錯 在想要不要追加一下 他抽到什麼程度呢 我再抽個 十連看看好了 我看會到什麼程度 爆了吧 又爆啦 耶又爆啦 這是來一隻新角吧 來一隻新角吧 來一隻新角吧 不要再來翡翠就好 翡翠已經出兩隻了拜託 喔 喔 喔 欸這個是新的米迦勒是不是 這個好像是新的米迦勒喔 這好像不是 這是新的米迦勒 欸蠻帥的 新的米迦勒 我最想要的最終皇帝女沒有出現啦 大獎是最終皇帝女沒有出現 但是出了兩個小獎 會不會再出一隻 啊沒了 沒了沒了 要不要再抽一下 算了今天就抽到這邊好了 要不要追加一下 差一隻 還是見好就收好了 見好就收 這對兄妹都抽到了 莫妮卡 今天喉嚨稍微有點比較 聲音比較低沉一點 大家聽聽看有沒有比較好聽 以後是不是要用比較感冒的低沉的 聲音來講話 大家聽聽看就是這個聲音有沒有比較有 比較習慣還是比較不習慣 再跟我說好了 今天稍微 比較低沉一點 比較有磁性嗎 稍稍的莫妮卡 這個圖不錯 這個 他把它掀起來是什麼意思呢 好圖不錯的莫妮卡 可惜沒有抽到大獎 那今天順便去把那個 就是 才把洞穴打一打好了 這個沒有什麼隊可以用的 沒辦法練能力了 好吧隨便拿派對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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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機車就是他這個大象沒有你可以在那邊拿到但是一般人應該都是前面就不小心就把換到像虛哥也是不小心就換了 所以我已經是換了大象後來才 才要想說要來打的時候才發現 欸這裡面也可以拿到一隻大象 這就是蠻機車的 沒關係啊 玩遊戲嗎 好 他種什麼 前面來說一下這個 你加熱 不要給我種大象就好 給我種大象我很想殺人 也不會啦就當拿碎片 這次中什麼 中了一個塔吉亞娜 我還沒有 還不錯 蠻多碎片的 那這隊 這次的喜行最多是可以練到860 阿再加上那個 禮道場有沒有 以能力覺醒的話可以到880 可能可以到更高啦 目前是先練到880 全部贏碎片這個超爛的 所以現在的HP最高是大概880 860 是首先先練妹妹然後綠毛還有就是 白槍尾這三個 李能力先決定這三隻 愛蓮 我看會中什麼 這個大家記得早點去換一換啦 因為這個是有奇效限制 好像就到這裡天而已 虛哥想說剛好就是趁這個時候 充完轉蛋 看這個手氣 順便來換一下 好 那都是 很常見的金碎片 我是不是要一般攻擊會比較快啊 節省發招的時間 一個Monica 一般攻擊 一般攻擊 一個下額 喔這次蠻快的 這是 這是不舒服到康復大概一兩天而已 現在就是喉嚨有點稍微小小不舒服 不過蠻快的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小感冒小感冒 感覺是被小朋友傳染 這個大象其實也不好打 所以你也不見得打得到 就算有有這個藏寶券你也不見得 藏寶圖你也不見得打得到 所以換的就是 也不用太歐啦 雖然說現在還是有點歐 好那我們繼續 這次的碎片給很多 你看 愛蓮 愛蓮 愛蓮應該可以 往上練 所以來做一下愛蓮的戰役分析 黑絲愛蓮 翹臀 還是要先做 Monica的Monica蠻騷的 然後看一下 我拿到那個 萬聖卡特莉娜的那個碎片 啊整人啦 我根本沒有抽萬聖卡特莉娜 沒有抽到啦 不是沒有抽 沒有抽到 我打沒有抽到也沒關係啦 後面還有更強的角色即將要出現 聖王啊 聖王應該很快啦 啊我我我好像用完好像是 抽不到大象 大象其實不好抽呢 各位 他這個可以一次就是 可能五張十張這樣跑嗎 還是都要一張一張 好像都要一張一張跑 像那個 普通的藏寶券就可以 各位我還是沒有抽到大象啦 大象很難拿 大象不好拿 我打了十幾張沒有一隻大象 所以所以你去兌換所 換大象也沒關係啦 因為你可能也打不到 運氣運氣 香薯哥就沒有打到啊 安慰一下自己 還好我換了 哈哈 沒有真的沒有大象 最後一個 還是沒有大象 好沒有大象 所以 所以還是沒有拿到象人啊 所以象人雖然說可以出現 但是其實你不見得換得到 這個SS的象 所以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 那我們看這個 這次就可以一次用250 這比較快 我有一千多個 這次是紫色的 這次是紫色的 顏色還不一樣 看這次會拿到什麼 我靠 都是我不想要的 現在最怕的就拿到啤水 因為啤水喝不完 你要一直給啤水 想喝死誰 喝到都快掛掉了 我才剛把萬聖節的啤水全部喝完 現在要改喝聖誕節的啤水 然後明年可能新年又有新年的啤水 你要喝到什麼時候 卡特莉娜我也有啦 我卡特莉娜也練到50幾了 喔還被滅惑 搞笑嗎 還是沒有什麼想要的 所以大家假如 有看轉蛋分析在抽應該抽會變好 像我今天早上也稍微看了一下 自己看自己的轉蛋分析在自己在抽 好像抽運真的有變好 這是都市傳說 旭哥真的有拿來實驗一下 好像真的會變好 不知名的都市傳說 最早是頻道有人這樣講 我就想說拿來實驗一下 真是不錯 我抽到轉蛋券 來吧 下去吧 我這次的那個遠征券也給很多啊 現在好幾百張在那邊 可能之後又要練 還不知道練誰 因為沒有新角色可以練 悲劇耶 現在已經練到角色都 連些那種 A級的角色啊 也都 怎麼講 戰力也都有一定程度了 哈里特 哈里特還不錯 之後可能就是要養羅賓了吧 看這次在中什麼 米加勒 米加勒 米加勒OK 好像跟米加勒也蠻有緣的 好像米加勒好像所有風格目前好像都有 泳裝的也有 一個莫妮卡一個轉蛋券還OK 最後一個 最後一次了 好吧那今天影片比較長 那大家可以聽旭哥有點 小感冒的 比較有磁性的聲音嗎 好啦 有點 輕微的小小的 聲音比較低了一點 好那今天旭哥抽轉蛋就錄到這邊 今天就是抽了 最新的紀念轉蛋第2代 還有抽了這個 財寶洞穴 反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 我看頻道 看旭哥抽轉蛋 我們下一集見